有了量度,我们就可以更加好观察和了解我们的世界了 由物体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距离就是物体的长度 其他种类的长度包括高度、直径、圆周和行走距离 科学家采用米作为标准的长度单位 在科学的领域里面,距离可以是非常遥远 也可以是小到看不到的 例如要量度度路,米这个单位就会太短了 科学家没有用到其他单位代替,但是就用米作为单位的基础 只要在米之前加上千这个字首,就会产生一个称为千米的更大长度单位 千米就是米的一千倍 另一个长度单位是厘米,一厘米就是百分之一米 长度有很多种,直线、弧线、曲线,又有长短之分 要量度以上的种种,我们需要不同的量度工具 卷尺灵活易用,可以用于量度圆形的物体和房间的尺寸 米尺是五弯曲的直尺,用来量度直线 米尺全长一米,当中细分为100厘米 而每一厘米又再分为10等份,即是每份是0.1厘米 由于头和尺的黑度有距离 眼睛在位置A或者是C所得出的毒素会不同 这是源于视线不正确的误差称为时差 读取毒素的正确方法是将视线垂直于黑度上,即是位置B 期视线 对